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对我来讲我会觉得真的压力太大 我现在租人家是两万五嘛 那你看我一个月大概房贷大概两万八千多块两万九算两万九好了 所以你只要一个月再贴个三四千块 对 我就可以拥有这个房租就可以存钱啦 又新又大的房子负担不起 所以两房以下十五到三十平的物件空间不大不小很受欢迎 只要花点巧思就能有更多格间可以使用 这些优势让小宅受到许多新婚夫妻或首购族的青睐 空间不大收纳很重要 小坪树发挥大创意 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生活 其实小财来说的话 他为什么会这么受到欢迎呢 当然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于就是现阶段 因为房价不断的高涨 所以其实以总价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 小财他其实具有总价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优势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台湾现阶段是处于一个所谓少子化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因为生的少 那家庭成员人数比较少 他可能需要的空间就没有过去来得这么的大 和大台北地区相较之下 中南部由于房价较便宜 所以对小宅的认定也不再相同 向北部多为15到30平 中南部则是20到40平就算小宅 手上现金不够 少买两平就有可能省下百万资金 这股小宅流行风吹遍全台湾 好我们刚看到这个是方雨买的房子 我们节目当中有介绍过 方雨你当初会买这个这么小的房子 那个大概是16点 7 8平 7 8平嘛对不对 那是不是你当初为什么会买这样的平数的房子 因为其实我工作10年了 我都完全存不到钱 然后就是钱都花在逛街啊 买衣服买行头上面 所以我就一直想说我要存钱 我要买一个房子存钱 那买一个房子第一个房子 怎么存你现在房价都这么高 所以你只能选小宅 所以是经济的一个负担能力 所以只好挑了这样的一个房子 没有错 然后选小宅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因为我这个是跟捷运局标的嘛 捷运共购的房子 但是我当时呢也看了很多的小宅 因为我的投契款只能买小宅嘛 所以我看了很多 为什么最后我决定就是这一间了 我就下手 因为你知道现在小宅很流行那种夹层的 或者是3米6它硬是要夹层 就一半那样子 对我真的觉得住在那里面 不只是就是你觉得住在那里面好小 整个好天花板好压迫 就虽然我们不高 但是也不要这么低 对然后我也觉得运势可能会 我妈就说你运势会气气啰啰啰 因为什么会怎样怎样的 所以我就就是重点就摆在3米6 但是呢我希望可以把它装潢成很温馨 然后呢住起来很舒服的小宅 对所以当初才会跳到这个 我请教一下光中哥 光中哥其实看到刚刚那个方瑜的房子 其实你要说它是套房 它好像又比较大一点 对不对 小宅的一个定义大概在哪里 那请跟大家介绍一下 讲一下这个小宅的定义 那一般来想小宅跟套房是不太一样的 那小宅大部分是在刚方瑜的 差不多15坪到30坪 这样的一个范围大小 大概还可以隔个一两个房间 那家人彼此之间 他也不会那么的直接的冲突 多少家人可以躲到房间里去 对很重要 对也是一点 另外就是说小宅比较容易到贷款 贷款跟一般的房子 差不多可以大概三成 那也比较适合这个年轻的这个新婚家庭 那套房不太一样 套房大概15坪以下了 那空间比较小 那只有一个房间 一眼就全部看透了 所以他的这个隐私就比较少 那通常一般银行比较不愿意接这样的个案 贷款可能会有点问题 贷款层数会比较少一点 自备款就要高一点 比较适合单身人 这族群 对所以其实像是方瑜刚刚那个房 应该可以算小宅 对不对 他接近小宅跟套房中间 比较靠近小宅 比较靠近小宅 所以就是15坪到一个这个界线 超过15坪 其实你硬要隔一个房间出来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但是我其实当初是没有隔的 我希望它可以看起来就是很大 对 然后很舒服 因为你就是想说一个人住 所以其实不用隔 没关系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宅现在有多行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了一个数字 来看看 这个是现在这个国内购屋平均平数 大家平均你去买房子都大概买几坪 我们来看在台北市 13年的上半年 这个数字是37.4坪 这是大家去平均下来 大家会买到37.4坪 你看下半年才隔了半年的时间 变成35坪 越买越小 这个是在台北市 再来我们看桃园 桃园呢 这个2013的上半年是47.5坪 然后你看到了下半年变成46.8坪 越买越小 特别是在台北市 是不是因为这个房价比较贵 所以大家越买越小 是这样吗 嘉欣 对 那当然就是说确实像刚刚你讲 因为房价比较贵 我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说 如果房价很低的话 他也想要住大的坪数 并不是很想要住在小坪里 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 当然第一个房价高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的话 其实我们有发现到 因为现在土地的取得比较困难 所以很多的建商 他推的是相对比较小的案子 像如果说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其实建商他们大概推案的主格局 差不多都是三房左右 甚至于到四房 三房是不是差不多 至少要快40坪 对 差不多至少要35坪以上 对 那就是可以把它割成一个小三房 那甚至于就是说四房的格局 也是蛮受 那时候市场蛮欢迎的 因为那时候大概一般的家庭 可能会生两到三个小孩 对 可是以现在来说的话 因为建商我们讲的比较实在点 就是说他真的要取得一切 比较大的土地比较困难 而且他们也发现在转手性来说比较差 所以其实与其这样 他不如去选择一些 可能比较好推案的一个小宅产品 一方面自用客户可以用 那二方面来说的话 投资客户也很喜欢这样的产品 对 那光荣哥我们来看到 其实你会搭房子越买越小 一方面是经济的问题 没那么多钱 但其实好像整个社会变迁 以前我们看到说买到三房四房 可能三代童 我就把阿嬷 然后把妈妈住一间 然后两个小孩 住一间 可能三个小孩 还有两个女生住一间 所以我需要好多房间 可是现在大家不太生小孩 那是不是一个社会变迁 变成现在小宅很好 对 现在就是人口红率慢慢的不见了 结婚了不生小孩 不结婚了也就养宠物 还有年纪大的小孩子搬出去住了 或者是说甚至于离婚率那么高 本来住一间 一离婚变两间 挺小间的 对 所以小宅目前来讲 感觉去化的速度非常快 从好房网的数据来看的话 目前来看台北市来讲 一千五百万以下 差不多二十坪左右 房子是卖得非常好 一上网就立刻被卖掉了 对 是不是因为那样的一个物件 还真的比较小 这样的物件其实最近是比较流行 以前因为设计刚刚嘉欣也讲 那时候建商推的大部分主力大概是在三房四房 对 那今年 近年这个 也有建商开始转风转舵 建风转舵 像这个远雄好像在领口推大坪数的 但是现在开始也推小坪数了 所以就知道说整个社会来到这个位置 你看要么都小家庭 对不对 然后可能好像大家三代同堂机会变得很少 对不对 大家都喜欢可能越住越小间 这个方云你们家还是很多人一起住吗 我们家还是很多人一起住 因为我使用的方式 就是我目的是存钱嘛 是投资 所以我买了这个房子 我现在是租给人家 我还是跟家人一起住 但是我在在都很想要搬出来 因为你知道我们一群女生 就是每天都在家里吵架 真的哦 对 所以搬出来 所以现在同步的我也其实在看很多的房子 就是自己想要搬出来 对 也就是年纪大了 翅膀硬了 对对 翅膀硬了 那像是看小宅吗 对我也是看小宅 因为我觉得第一还是我觉得我比较可以负担 那么第二我真的很想要一个女生住在全部的设计都是我自己想好 然后呢家具也是我自己要的 然后就是一个很梦幻的公主宅 然后一个公主都坐在里面 你爸应该没有办法让你把家里弄成公主宅 对我家就没办法 所以我一定是势必要想要一个就是买一个自己的房子 对来你看看方瑜的心态我们就来看到这个数据 来你看民众购买小宅的比例 调查的项目呢是这个30平以下 然后两房的产品 11年呢在台北市大概47%的人会来买这个小宅 然后新北市是有49.2% 然后13年有45.9% 这个是50% 你看新北市好像就变多了 所以呢这个数据是不是我们可以观察 出来小天心 其实大家去买小宅的比例 一来是不得已 二来是希望可以有自己的空间 是不是大家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 对其实像方瑜这样子的就是小吃单身女 实际上还蛮多是小房子 这种两房的主力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世上有个习俗 就是说其实女孩子如果说 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还是单身 那她如果有兄弟姐妹 一般女孩子都会搬出去 她们可能会希望给哥哥或弟弟 有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空间 所以其实我们接触到很多的客户 她们会觉得特别是单身的女生 她可能在经济的水准 在条件上面都已经到一定的一个 一定的水准 她就会想说她要买一个房子可以依靠 那当然第一个很多人会觉得说 可能不好意思 因为毕竟有一些人会觉得房子比男人可靠 这个不好意思 这一定的 这一定的啊 我跟你同意吗 对 顾敬你不好意思 谢谢光宗哥 所以其实当然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透过这种不动产的一个 你购买之后 其实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储蓄方式 因为你看像方宇刚刚这样子 她一个月如果说是付两万八千块钱的一个房贷的话 你如果叫你没有一个标的物 你真的要去存两万八 其实很难 你一定要有一点点的压力 然后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等于说你是用钱滚钱的一个方式 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其实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存到他人身的低筒进 对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强迫储蓄的办法 对不对 不过呢其实住在小宅 像刚刚这个方宇她的房子里面收纳做得很好 收纳很重要 你如果说现在叫我 你知道我只有离离口口家帮一大堆 衣服一百天 鞋子很多 每天都是无工的那种 你说叫我住小宅 我可能东西通通放不进去 通通通一堆满人没办法住 所以我觉得收纳真的超级无敌重要 加上我自己住在 就跟爸妈住在一起 自身的经验 因为我们当时的那个家具是去那种五谷工商展览中心 就是买那种家具店 然后你想说这个可以 凉一凉可以就把它叫回家 这个可以 凉一凉可以就叫回家 结果你知道我们家超级无敌乱的 因为你该用到的空间 我觉得你的方便会伤心 就是你该用到的空间你都没有用到 你就是喜欢什么就乱摆 喜欢什么就乱摆 所以我觉得如果买了一个房子 你想要增加它更多的收纳空间 我觉得每一个角落你都要精心计算 你可以例如可以找设计师 然后帮你看怎么样 就是用力的用到每一分的空间 就是善用空间 或者是系统柜 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个sense 你真的没有那种很厉害的计算观念 还是交给专业的 真的 但是呢 我就很想请教一下光东哥 那我们看要买小宅的时候 现在很多建商他直接又盖这种小宅的商品 对不对 可是里头的空间小 外头他还会有很多公社 这个公社要怎么买 现在这个买房子就是说 因为房价这么的高 对 那一坪就是五六十万 对不对 台北市来讲 那如果公社高到三十坪 三十趴 对 三十趴 那我少 等于是我的房子大概有三百分之三十的钱 都花在公社上面 对 一个一千万房子有三百万在公社上 对 这样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所以其实还另外一个趋势 也许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中古屋 中古屋在比如十年或二十年以上 那种公寓式的房子 它的公社比就很低 那就很实在 你就可以买到达达实实的平均 对 那也不见得要买 住在新的房子里面 只要花一点这个装潢的费用 或者是管线重签一下 其实中古屋也蛮好住的 真的哦 那田新现在有很多新的案子 他会说我什么地下室 我给你一个 那个储藏室 那种好不好啊 就是我里面很小 但是我至少有一个储藏室 其实如果你要自己住的话 我个人的建议啦 是可能要稍微想一想 因为其实像我有朋友他就买过那样子的房子 那我有去看过 他其实地下室的那个收纳 那个所谓的储藏室的那个空间 其实让你放冬天的衣服或冬天的棉被 那但是你想想看 那样的东西放在地下室 他应该很容易发霉 对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买那样子的房子的话 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与其他如果送你这样子的一个柜子 你还不如把你的房子变得比较通风 然后收纳做得比较好 像我看到有一些小宅 他收纳真的是很很厉害 除了就是你看到旁边系统柜之外 他每个楼梯都是 翻开来 翻开来都是一个收纳 那甚至于就是说你当然床 床可能他有一个空间 就是可能下压之后 他是用那种所谓的像是帮助式的 气压式会弹起来 你下面也还可以再做收纳 所以其实现在因为台湾这几年 事实上跟日本非常的像 所以有些设计师 他会把日本的这种小宅收纳的概念带进来 所以如果说可能有一些设计师 他在这个规划上面还不错的话 我觉得预算充足可以试试看 真的所以其实这个小宅这样听起来 好像也是现在很流行 而且好像大家未来趋势就在这 那芳瑜如果你自己要买的话 你的这个小宅会想要买在哪里 小宅 要离爸妈妈很近吗 还是远一点 爸爸妈妈我希望离他很近 因为我知道我妈是那种 就是很会超烦小孩的 他一定会来比如说煮饭给我吃 然后帮我晒个棉被啊 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在台北市 以台北市为主 因为毕竟住了这么久了 但是我觉得选择小宅 选择一个社区 我会选择会看的 还有他的公社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 例如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花钱 你可能每个月要将近两千块 去外面上健身房 你不如找你家本身就已经有健身房 而且那个健身房 有很多社区健身房 是个媲美外面的健身房 那有专业的教练在指导你 我觉得这样子第一你就可以省很多钱 那你公社比算30% 可是它是用在你想要 就是对的地方 那例如有的人他是汗鸭子 他完全不会游泳 那你干嘛要找一个游泳池 对啊 所以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个需求 然后来买这些公社 并不是有公社都不好 对对对 自己挑挑很重要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就要带您来看了 我们刚刚讲的小宅是未来的趋势 那么现在呢 不管是在台北市新北市 还有在中部南部 哪些小宅的热区 我们要怎么挑怎么选呢 我们休息一下 帮忙回来 你要去哪边方便 你要买什么方便 你要吃什么方便 我觉得中餐是太赞了 在这边买房子的话 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它的一个管理 已经要稍微做得好一点 综合这个区域 我觉得有一点问号 是因为 这个真的太塞了 必要这种时候去买 大家灰头土脸的时候 你就这样子太进场 然后我鼻孔都黑了 你看 好欢迎回来 我们上一段聊到了 为什么小宅现在这么夯 那么进一步我们就要带您来看一看 到底呢 在北中南有哪一些小宅 而且这些地方小宅的供给还蛮多的 而且蛮有前景 大家可以买的 不过呢 我们首先要先请教一下光东哥 光东哥我们先来定一下这个小宅 你说大概在台北市 大概要1500万以下 大家会觉得说是比较好入手的价格 对不对 如果新北市1500万 台北市可能要2000万 要哭了 所以在台北市要大概2000万 要2000以下 不要超过2000 差不多15到30平 20几平还OK 30平在台北市2000好像一困 也不错 对 从来看地方 看区域了 看区域 对不对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 在台北市有一些小宅热区 好中山区域 这个地方 这是过去大家觉得说套房最多 现在连在那个地方盖新的建案 好像也都是以这种比较小平处 小套房为主 我们来看在新生北路 在吉林路这里 那么大概呢 我们看新生北路的价格 还低一点52万平均 也不低 来吉林路大概55万左右 那么另外还有内湖区 内湖区呢 这个内湖路这里的均价是49.76万 在明泉东路六段大概要56万 还有在闻山区的木架路一段42万左右均价 新龙路三段36万 我先请大家田新 这个中山区在这个地方 以前大家都会说它是风化区 可是现在变成大家很喜欢买这里 而且那里的生活机能其实很好 对不对 其实是便宜啦 因为像这个的话 因为早期它的商业活动比较频密 所以事实上的话你实际住行都很方便 对 那所以其实它当初早期确实刚刚像思雨讲的 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 对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现在市场都没有 风暴有点不一样 对风暴有很明显的一个改变 那当然所以其实现阶段的话 我们看到它有几个好处 就是说这个区的小宅为什么这么航 因为第一个它供几多 第一个它坪数10 就是说我同样是16坪 但是因为我的物龄可能是20几年 所以它的公色很低 实实在在的 对那再加上的话 就是说其实中山区 这个区块的交通非常的方便 因为你如果说比如说你要到内湖 你其实有公车 对那你如果说你可能 这里有邪运啊 对这边有邪运新路线 所以其实这几年来说 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如果说是新婚族 会愿意到这个地方来看房子 所以就等于说再花一点点装潢 那只是说在这边买房子的话 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第一个它的一个管理 一定要稍微做得好一点 因为这边的话比较老的房子 如果说它管理很差 它一定会影响到它的价格 对就管理很重要对不对 这是在中山区 那观众哥我请教一下 中山区这个地方的供给量比较多 但它转手也很快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就是小财当道嘛 所以刚刚也嘉欣也提到 就是说在很多新婚的夫妻啊 或者是刚出社会年轻人 他很愿意去那地方去 那那个地方除了这个 刚刚讲商业细细的浓厚之外 它的生活技能非常的好 对 好的美食也很多 对 五条通六条通那边 好多的巷弄美食 一直到是不是 那边是不是叫做灵光市场啊 清光市场 对所以在那个地方 其实也是同一个商圈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有很多商圈的报导 那各个媒体也都看得到 对 常常有说台北的美食 大部分都集中在那个地方 对 因为它是一个老的社区 对然后生活经济又非常的完善 然后现在新的交通建设到位嘛 像刚刚提到了很多捷运来到这个地方 它的价格在台北市 其实算是很精明耶 对 对才五字头而已对不对 你买二十瓶才一千多万而已 对 所以 年轻人可以接受 年轻人可以入手 方雨你可以考虑看看 因为中山区呢 我也是首选中山大通区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中山区 就是我是花莲人 来台北的时候 在中山区住了十多年 然后你知道中山区 它就是一个中间 它就是整个台北市的正中央 到哪都方便 对东西南北 然后有市民大道 以前我刚搬来台北的时候 市民大道是铁路 然后就是有铁路 台北市在做铁路 你就是要去哪里都可以 然后现在有市民大道 有新生高价 然后刚才那个美食 我跟你讲多到不行 不只是五六条中 所以那铁路 如果你是喜欢铁路那一区的 它有国小 有就是很不错的学区 然后有国中 重点是它有什么鹅肉城啊 有什么四神汤啊 就是整条全部都是吃的 所以你要去哪边方便 你要买什么方便 你要吃什么方便 我觉得中山区太赞了 真的 首选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内湖区 内湖区最近其实干很多 新的房子 结果我们只是没有想到说 原来这边也蛮多的 我们看像内湖区 小田青内湖区那个地方是靠近的 还有明泉东路六段 因为内湖区很长 因为像是西湖站那附近的话 其实它就是内湖区 所以其实也都是围绕着捷运站附近的 对 然后另外的话 事实上比较离捷运站稍微远一点 可能是明泉东路六段 对 那边是怎么站 那边的话其实现在没有站 现在的话 它是高速公路下来 高速公路出口 它其实就是靠近三种那里 对对对 文湖区有经过一部分 因为你大概从三种坐建 车座到湖州 大概是八十块钱 对 所以其实还蛮近的 明泉东路六段这个地方 你看它均价五十六万 内湖区还便宜一点 大概是 因为明泉东路六段 那边蛮多新房子 所以价格稍微高一些些 然后内湖的话 因为其实它是吸纳 很多大内科的一个工作就业人口 所以其实内湖 我们看到这几年 它的房价表现相当的稳定 那很多的年轻人 他买房子 他会首选内湖 那特别是有些媒体 他会觉得说 我买内湖 因为我就就近在这附近上班 对对对 我们同事有的 就买在这个明泉东路六段 就是三种附近那里 对对 那边有很多新房子 光东哥我们来看到 我以为内湖科技园区 都是科技新贵 钱很多 结果也是要买小宅 光东哥在内湖区 这个地方你怎么看 内湖区 它是一个 蛮新兴的一个地方 就从这个 从德安百货 旧的德安百货 一直延伸到 后来到了东湖 就是刚到明泉东路六段 那一带 很多新的房子那边盖 甚至现在最近这几年 感觉上有点像 小天母的感觉 很多外国人在那边 所以越来越发达了 那这个交通建设 也越来越好 因为它有 除了五湖区线之外 它还有这个 北一高 还有北二高的那个 出入口 交通也好方便 还有环东 都在那个地方 都很接近 很不错对不对 芳瑜你知道很多艺人 也都住在这里 像什么头中康 然后小甜甜 对啊 神给他们 所以我们去那边住小宅 所以每天看明星 因为你知道 其实我觉得内湖区呢 为什么很多人后来 干脆买在那里 因为你知道 现在内科人超多的 所以你下班时段 你要塞进去台北市 其实你可能 比如说我到东区 可能要花一个小时塞车 那何况 如果你是住在汐止 住在很多 就是其他大台北地区 那不如我就在 直接住内湖 对 这里很方便啊 这里大概就是大卖场 对啊 新城也方便 对不对 好像还不错 再来我们看文山区 在这个木柵路一段 那个地方还算最便宜 你看42万左右 新龙路三段 大概 哦 好便宜哦 36万 这个房子 甜甜这个房子 会不会好旧好旧啊 没有 因为新龙路三段的话 它有一批是比较旧的公寓 那就是在新龙社区那里 那它那边的价格 是比较低一点 是 那新龙路三段 它是靠近 在新高中附近 就是海巡运宿在新高中那边 那所以其实它有一点尴尬 就是它距离 那个万方设计 万方医院站 有一点点距离 对 但是未来的话 如果说是捷运的南环段通车的话 它那边会有一站 就是现在 不确定到底是要叫马鸣潭 还是叫在新高中 反正这边会有一站 对 反正它这边会有一站 所以其实以现在来说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等待了 那当然 这两个 文山区它的地方的话 就是说它其实是还蛮 蛮幽近的 对 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比较怕吵的人的话 其实这个两个路段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 真的 而且文山区也是一个文教区 对 郑大也在那边 世新也在那边 对 是一个 有捷运站 我觉得这一点很不错 光哥 所以如果说你看这个三十几万的价格 我们这没什么钱的 我愿意花时间跟他等待 文山区很特别 它其实它有捷运 交通也不会说不方便 很怪 当然台北市最近这五六年来涨很多 还是文山区都没有什么动 可能不动 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说文山区大部分都公教 所以它可能在出价 出价的这个部分它比较保守 那第二个的话 文山区它虽然看起来律服率很高 但是山地比较多 所以它其实在推案上面来说 文山区有个问题是说它推案推的比较少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的多头 前几年它会集中在大安信义这个地方去做推案 你只要有推案的地方 其实拉架非常快 那文山区到这几年 才陆陆续续的慢慢有一些推案的一个规划 所以像青龙路三端的话 它现在附近有一个案子 那个案子现在开到八十万以上 对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它现在是呈现一个 等于说因为市区开发宝盒 那它有渐渐的就是往外围去移动的状况 真的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新北市更便宜 让大家看一下更便宜的价格 好我们来看到在土城区 雪府路跟中央路四段 这个地方有没有捷运啊 这地方有一个海山站 海山站 对然后它也算是土城的一个核心了 土城的核心 你看34万在雪府路 中央路四段29万左右 另外在汐止 张树二路跟大同路二段 你看27万然后跟35万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那个台铁在这个地方 对台铁的话就是张树湾站 那另外的话对 那如果有捷运的话 它会是张树万餐会跟铁台铁共不共 对然后大同路这边的话 它是在汐止火车站跟这个汐克站 两站的附近 所以其实算是整个汐止的一个大核心 好来中和区大概是中山路三段 大概均价在35万 圆山路大概是在31万 这个中山路是不是就是在那个环球 环球百货 环球百货那边 那未来这边的话会有一个环状线的中原站 那中原站的话现在高架已经做起来了 所以可能施工要一点点时间 但是你已经可以看到 所以是确定的 就已经都盖得差不多 同时一半这样子 同时一半 对还有圆山路 所以其实在中和圆山路算是一条蛮大的路 对对 对它还蛮长的 这大概31万的均价 光东哥我们先从土城来看 那么在土城这个地方 它的前景在哪里 土城 因为它过去一直在那个保护的那个县建的区域里面 最近开解放了 那也很多的新的那个重化区开始陆续规划 那也包括刚刚提到有好几个大的建商 也开始去前进这个土城去推岸 另外就是我们那个捷运也往土城拉 对 有个捷运站 那板南县一直延伸到土城去了 所以最近这几年这个土城是还蛮看好的 对而且那个捷运一拉不得了 现在很多那种建商它都会给你大大扛棒 写捷运多一站 房价少十万 都是这样在讲的 这段就是丁谱站 我们预计是明年二月 但可能会晚一点点通车 但是反正它已经盖到那要通车 它已经要通车了 对所以你看就是光是这些小宅 就搭配了这个捷运站 因为这个小宅是不是 光是小宅还有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不要买车位对不对 对一般来讲车位 通常如果台北市区来讲 都是一百万以上 对啊 而且它如果灌到坪述里面去的话 会让这个坪述看起来更少了一点 对 就是变得有点虚平了 我们小宅就不要买停车位嘛 对不对 我就直接你看有捷运 那是不是更好 对不对 那在细止这个地方呢 张树二路还有这个大同路二段这个地方 田青这边好像就是联合报现在在的地方 对联合报的话 它其实是靠近大同路一段的 是 所以事实上未来的话 如果说以这两个区域来说 因为大同路二段 现在已经等于是细止的中校动路的开始 对所以其实它的商业活动比较频密 那很多人他们如果说 就是外地搬进来的话 它会把大同路二段当作是首选 因为方便性 还有就是机能性的这个部分 会蛮受他们喜欢的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张树二路最近其实这几年蛮受到重视 是因为它其实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捷运 要是有机会 对所以其实张树二路的话 它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些话题 那另外的话 我觉得还蛮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它区域还有一些土地 所以其实给了一些建商开发的空间 那当然也多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对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房价都非常亲民 然后再来看中和 中和我们刚刚提到 是在那个环球购物中心附近 然后大概三出头 这个三字头的一个房价还看得到 芳瑜这个中和你熟不熟 如果要你住在白奥公司旁边 应该 当然要啊 不过呢 我觉得这个中和这个区域 我觉得有一点问号 是因为这边真的太塞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它现在在施工 所以是交通黑暗 还是附近好多的那个建商正在盖房子 你每次经过那边 你都会没有办法动 然后重点是外面就是尘土飞扬 你也看不太到前面 真的芳瑜你知道 我们主持这个节目很久 就是月要这种时候去买 好是哦 最低的一个价格 是不是这样 这叫结运黑暗期 好好是哦 黑暗期 那种大家灰头土脸的时候 你就跟那个老板讲 对 你这个外面这样子耶 然后说我鼻孔都黑了 你看 有点夸张 其实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蔚来是不是当它的捷运都盖好了 然后它的交通可以稍微的解决一下芳瑜的心理的疑惑 疑惑之后好一点 应该会好一点 因为其实中和来说的话 中和跟永和连在一起 但是大家会觉得永和比较像住宅区 中和比较像工业区 但是因为这几年 其实永和已经整个饱和了 那你说要再开发的话 其实永和有一些先天上的一个限制 所以渐渐有一些永和的换物人他换到中和来 那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中和他推案这么热的原因 那所以其实以这个区域来说的话 那当然他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工业厂房 他其实就是可能外移了 或者是说他可能转占其他的一个台湾的一些区域 所以未来他的这个风貌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改变 因为像现在中和的话 有几个从化区也在说陆续去做一个推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以去做一些观察跟留意 真的 在中和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大概是三字头 这个价格是已经涨上来 还是说这个地方还合理 其实这个价格其实看的是一个中古的小贷 中古的价格 平均价 它还不是新建案 新建案应该不是这样的价钱 那主要是来看中和那个中山路三段那附近 还是一个双捷运的一个跨体站 是 那原三头刚刚也提到有环球那个百货 对 这大概比较关系的是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潜力可以看 对可是小宅很夯 这个转手问题就是在当地的供给量大不大 像之前我记得我们曾经这个播报过一个新闻 就是在那个捷运新普站那边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小斋 然后呢这个供给量非常多 这个整个转手的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挑要去买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那个地方供给量太大 会不会也有一点抑郁啊 对 如果供给量太大就担心了 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有投机客太多 投机跟投资也不太一样 投机客当然就赚差价 我买近低买高卖 那如果投机客太多 到时候一窝风的出来叫多杀多 对 会造成这个房价下跌的人 就是你到时候买了可能就会被操住 对 所以其实但是是不是如果自助就没有那么多考虑 自助其实不用太考虑太多 对不对 方语对吗 而且你知道刚才是讲就是现在比较热门的地点 像是我比较关注在 长期关注在那个捷运供购宅 像中和那个男士脚蛋上面的男方 本来去年我要去标 结果你知道因为捷运局大概分到六百户左右 他拿出了三分之一两百户去 可是后来我没有下手的原因是 我就觉得哇 这边怎么都黑 晚上来他都没有人住在里面 都黑黑的 然后感觉空屋很多 果不其然还好没有下手 他两百户他几乎三分之二都流标 因为都是投资客 所以投资客也觉得说我买了我会屌住 所以我干脆不下手 对所以田青我们买的时候 真的是看那个地方的一个这个供给量 如果太多我们可能考虑一下 他如果说同样一个单一的社区的话 他的市出量太多 这个是有一点问题 那另外来说的话 其实投资客太多 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说因为有些投资客 他可能他因为他没有住在里面 所以他有时候就不缴管理费 你会影响到社区整个的一个品质 对像我们过去的话 有些那种三五百户以上的那种大型的社区 他如果大部分都是投资客卡在里面的话 你就有可能就是遇到有一大堆投资客 他不缴管理费 然后你就会影响到社区的运作 对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是你真的自己要住 这个问题可能就很重要 对不对 那不是说你房子要不要卖掉 我说我住在里面有一堆讨厌的邻居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公布栏 就是因为公布栏有时候欠脚 说他会看多不多 电厅里面贴的那个 对不对 谁谁谁没有缴管理费 这个要好好注意一下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我们要带你来看看 那在台中地区 在高雄地区 还有哪一些小宅的非常夯的地点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 在这里区呢我有一个朋友 去看他的去找他的时候是两年前 他就跟我说 我家对面你看一下那一间现在要买 有够破烂 那个门一半都不见了 结果时隔两年 他把它整理整理 就打完买掉 欢迎回来 这一段呢 我们要造福中南部广大的观众朋友了 我们来看看中部南部 其实现在也都在流行小宅 对不对观众哥 是啊 不要说台中 台中五旗七旗大部分是大的豪宅 对 现在房价也不便宜 好像也快要到九字头 好可怕 所以现在台中大概也是有些小宅 在一些比较第二环 第二环的位置 比如到了十旗十一旗了 然后 这些位置 那其实老社区 旧社区来讲的话 它其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生活技能 是其实很完整的 那五七旗的那个生活技能 还没有那么好 因为它刚刚才是生长出来的 一个豪宅区嘛 对 那外围一点 就是旧市区来讲的话 它的那个 不管刚刚提到美食也很多 对 然后生活技能 还有公园 学校都很都很方便 都还不错 对不对 来我们这个就来 赶快来看一看 在台中地区 那么这些小宅 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北屯区 文心路四段 跟崇德路 来看文心路四段 这个文心路是台中 很有名的路对不对 对 这山是很大条 你看它十七万 崇德路 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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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台北人看了 就想 额额眼睛发亮 这在北屯区 这个太平区 玉闲路 中山路 也都是一字头 再来大理区 国光路 中心路 十四万 十八万 这些 光哥这些都是应该你提的 比较旧市区了 对不对 对 它是发展的 比较早的一些市区 所以它的这个 房价还没有到 之前反映的那么快 是 所以它都还可以买到一字头 对 这些会不会都是比较中古屋 小宅 对 大部分都是中古屋的小宅 对 因为那旧市区 可能还没有那么多新的 对 反映那么新的 对 对 那田新来帮我们看一下 像这样的一些地区 比如说如果说 这个要到那个地方去 买这些比较小宅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像这个人口 这个红利的问题 大家可能变成小家庭 在中午也一样 所以大家通通出来买新房子 可是你看 如果说他才十万块 他买个小宅 三十坪 你看他三百万买到房子 对 所以其实这样看起来 北部人看起来 真的是很先 但是事实上这三个区域 因为七十四号道的关系 它七十四号道 后来变成了一个 台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圈 所以你之后上了高 上七十四号道 其实你大概到市区 不是在车达二十分钟左右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 那你现在可以看到 这三个区域来说的话 为什么它会是一个小宅热区 是因为现在事实上 台中市区已经热到 当地人都买不起了 所以他们就会往外围去发展 那因为交通建设 有到位的关系 所以其实这一些区域来说 最近建商很多 都很积极的推案 像太平区的那个 那个玉闲路跟中山路 我大概打电话 问了一下我们的店头 他说他们最近那个区域 有二十栋的小宅在推 所以是新案子 对新的案子 那只是说价格的部分 就会比较高 那就比较没有像 光通就会规划这么 新房子大概会落在 他们的预算大概在 六百万到九百万上下 所以可能都已经 有一些案子都已经 接近二字头了 对 所以如果说是中古屋来说的话 其实这边是 是可以去做一些考虑的 因为其实台中的部分 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于购物人 如果是想要成家的话 这些区域可以去多 去多做一些留意 就像刚刚光中哥讲的 因为他的生活机能 都已经发展得很平手了 是 对 那直接说像北屯 还不错 对 那在北屯 你刚刚说这些地方 会不会像维新路四段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 生活机能非常好 对 但有点讨厌 就是他比较容易塞测 所以其实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那之后 因为台中未来 他也会有捷运性的规划 所以可能会对于 整个大台中区的一个交通 他会有一些的舒缓 那我们也期待就是说 可能在这样的方式 他可以带动台中的一个 房地产的气账 我讲一下大理区 大理区呢 我有一个朋友 很好的朋友住在那里 她是沈玉玲的前女友 然后我当时呢 去看她的 去找她的时候 是两年前 她就跟我说 我家对面 你看一下那一间 现在要买 我看了 她叫我买 我怎么买得下去啊 有够破烂 那个门一半都不见了 然后就是里面好像 就是好像鬼屋 那种感觉 她就说 你买你买 才不到两百万 一百多万你买 就是一栋这样子 透天的 对就是一栋一栋这样子 平房这样子 我没有买 结果呢 到现在 她跟我说 谁叫你不买 就是有人买去了 买一百多万 不知道快两百万 结果时隔两年 她把它整理整理 四百万买掉 真的哦 才两年 然后为什么她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能大理会长成这样 她就跟我说 因为附近很多学校 然后她也想要在那边 开那种 就是手摇引店 她说那个手摇引店 我经过他们家 前面那条路看 每一家手摇引店 都在排队 就是真的很热闹 很旺 然后没想到房价 也涨成这样 心动啊 所以你觉得这样 那所以现在看到 都还有一字头 你会心动吗 如果说投资的一个 因为我会心动 我其实是自住的角度心动 因为我觉得台中 那个地方 因为它其实 像北屯区 它因为台中服务业很多 所以我觉得小宅 在那边 其实不管你是投资自住 它其实是脱手 是算容易的 然后外加台中 我觉得它是个 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你嫁人也好 因为看到好多年轻的爸爸妈妈 都是推着小孩 然后到处都是人 就很多很温馨的画面 然后可能大草原奔跑啊 或者是百货公司 或者是就到茶店 大家坐在那边 喝泡沫红枪 很悠闲的感觉 很悠闲 超级适合人居住 真的 光中哥 那如果说 这个以投资的角度来看 买这样的一个小宅 在当地 它的出租市场呢 出租市场 刚刚就提到 就是说 要找那个 不会倒跟不会跑 不会倒跟不会跑的 企业跟公家机关 然后去买在它旁边 对 还有学校啦 或者大的公家机关 买在附近的话 保证出租 可以周转率比较高一点 就是空污率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还是在出租方面 是有市场嘛 对不对 好 那么再来 我们看到这是在台中市 我们继续来往南走 我们来看一下在高雄 高雄呢 其实最近我们大家讨论 很多高雄也都是在 讲它的豪宅 对不对 什么农石六特区啊 美术馆特区 全部都是豪宅 但是它一样夯小宅 南子区啊 这个蓝昌路跟德明路 你看看它 各位数耶 七万八万 来看凤山 北提街 凤松路 十四万 这个地方比较贵一点 十四万 这个是八万 再来看小港 小港呢 你看这个汉明路 大概八万块 这个沿海一路 这个八万块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 我请教一下田馨 我们在高雄这些小宅 这些热区 是不是会经过捷运 还是说他们高雄 人不吃捷运这一套 其实高雄现在捷运 因为如果说 有去高雄的朋友的话 可能会发现高雄的捷运 现在人 做的人慢慢多了 因为大家也习惯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那其实以这三个区来说的话 像是南子区的 蓝昌路跟德明路 还有小港区的 汉明路跟沿海一街 它都是整个区域里头 最热闹的 对 所以其实它的一个 生活机能都很强 像南子区这边的 蓝昌路 德明路这边 它有黄昏市场 然后它也有贾乐福 那像那个小港区这边的话 它有一些旧的社区 那另外的话 就是因为它有 那个轻轨的话题 所以其实它有一些带动 那凤山这边的话 其实它是离 那个华凤的 重化区还蛮近的 所以这几年来说的话 它的交易上 这个部分是有比较好 那当然其实我们可以从 这样子的一个小宅的 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有一些台北的客户 有进去高雄 真的 他会去买 会去买一些小宅的产品 那当然 一直讲小宅 高雄人 你说七万块 你买三十瓶 才两百一十万 是不是 我们其实可以买六千 买个停车位 高雄的他们的小宅是六十瓶 对 所以其实高雄来说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买高雄的话 它可能就像刚刚光中哥讲 你要买个不会倒 不会跑的企业的旁边 像我那个朋友 他就是买在中刚的附近 他就住给中刚的 中刚的那个同仁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说像有一些北客 他如果下去 买这样子的房子的话 其实他赚的是投保 因为一般来说 投保大概都会在四%以上 所以他会觉得还不错 那其实就是说 在高雄买房子 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除了离交通的一个 就是枢纽要稍微近一点之外 因为中南部 其实还是会比较在意 屋林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说你的房子 它可能如果比较偏僻 那周边也没有什么机能 那屋林又比较旧的话 那那样的房子 也许可能在未来的 增值性上面比较差 那出租可能也比较不容易 对 那观光哥我们来看 像在高雄这些地方 其实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高雄他们都 不是都住独栋吗 对啊 对不对 你看他说刚刚那个方雨脚在台中 独栋两百万必要 对不对 其实现在就是老人家喜欢住独栋 老人家喜欢住独栋 一般年轻人可能 观念也会有一些改变 不过这样话说回来 其实很多老人家 因为住那个透天处 有没有 三楼 一二三楼 那个爬楼梯很麻烦 膝盖不好 膝盖不好 对啊 现在跑不太上去了 所以现在其实蛮多的老人家 他还是会变成去住电梯大楼 对啊 而且要往市区搬 因为年纪大了 可能进出医院的次数会多 对啊 还是坐在市区 离医疗的资源 比较近一点会好一点 对 所以天心 如果像这些地方 哪些比较离市区啊 现在如果 离医院 离医院 我们是比较不好意思讲 因为其实高雄 你如果开车的话 你大概半个小时 可以到任何一个点 所以其实高雄的交通 算是非常的方便 那但是我们会觉得说 像刚刚就像光中哥讲的 你如果老人家来说的话 确实可能换电梯 稍微理想一些些 对 比如说像透天的产品 透天产品我们看过很多 它其实都把 孝心房规划在一楼 但是规划在一楼 它会有一个问题 是它一楼比较 一楼比较潮湿 所以其实这几年 因为现在大楼盖得很漂亮 像我们之前在聊台南 台南的民众 其实本来很喜欢 住在透天里面 但是因为这几年 市场比较多头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 外地的建商 他们进去盖了 非常漂亮的大楼 比如说像王建民 他就买了一个台南的 蛮知名的那种 电梯型的豪宅的产品 所以其实它也会让 有一些中南部的 比较年长的朋友 他们有改变 这样子一个想法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就是说 当然就是以台北市的 以台北的观点说 可能住在医院比较近 但是可能中南部的朋友 他们会觉得说 也许我不想要 离医院比较近一些些 因为他们可能会 有一些些其他的考量 所以其实如果说 可能开车的部分 半个小时 20分钟可以到 事实上就可以考虑 真的哦 对 方芸那你怎么看 高雄这样看起来 七万八万 会很心动吗 我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投资客的朋友 他们会去高雄买房子 其实都是 本来就是高雄人 那如果真的是投资的话 就是他们当然 下去高雄买 就是要买大 因为以后要支租 或者是给爸爸妈妈住 投资的角度也是有 但是除了刚才有说 不会倒 不会跑的企业 很多人呢 投资是买在学校的旁边 因为也是把它 比如说一间 三十几坪 可能隔了几间 然后分租给学生 用这样的方式 可能大学旁边 这样我觉得 比较不会屌住 他的投资率呢 在这个地方 高中哥 学校附近的投资率 是最好的 都还不错吗 对 我们曾经调查过一次 这个全省房屋的 那个投资率 最高的都是在学校附近 在台北市的话 最高是淡水 对 台南的话 最高是成功大学附近 是 都是投资率到6%以上 淡水大概有3%以上 那在高雄呢 高雄有什么大学啊 高雄好像 大学有蛮多大学 高雄还餐旅大学 中山大学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在那个附近周遭 如果有这样的套 不是套房 小宅商品 好像还不错 不过学校 选排名前面一点 对 因为现在少生不足 对对 在学校 那这个话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可能再过几年 也许会有大学 真的就直接 say bye bye 对对 哦 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刚刚看到 在台中 在高雄 那我们稍微来聊一下台南 好不好 最近台南也越来越行 对不对 光光哥在台南当地 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宅商品 他们当地也是本来都住透天 但是一样观念会慢慢改 我觉得台南也是 台南是全省 这个 涨最后一个的 对 涨价列车 最后一名 人家补涨 我觉得很多人 也开始在关心到台南的房地产 对 我有些朋友也是这样子 就跑到台南去买房子 觉得台湾生活好容易哦 对 很悠闲 然后又有文化气息 对 然后又是古都 然后美食 哎呦 我怎么会讲美食 他说他住一个透天 然后那个房东就说 反正我空着也是空着 不如租你三千 好棒哦 台南真的就是台北的 台湾的京都啊 因为我们如果在台南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他的那个 那个人情味非常的浓 而且其实他的东西真的很好吃 对 只是小宅 小宅我们这几年在看 其实台南的那个幅度没有很明显 因为其实台南的那个感觉 是有一点点像是 他现在比较多的 除了北部客反而没有那么多 我们观察到的 就是说台南的这个部分 很多是高雄人进来 因为高雄人他会觉得说 我台南的房价比较低 那他如果他想要买一个 就是稍微好一点的 稍微大一点的空间的话 他就会前进到台南 所以其实这几年来说的话 台南事实上涨 很多都是外地人 外地人领涨 是 所以那种高雄人的心态 就是你们讨厌的台北人 炒我们的房价 那我就炒台南的房价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不过风云今天上整集 你听上来对于这个小宅 概念应该有 你会自己比较看好哪一区 这么多地方 还是说还是要买比较近 因为如果我现在 也在找小宅的案件 我希望可以找在 还是在台北市 那中山大同区 其实是我的首选 第一因为我住士林 他离我家比较近 第二我觉得他的涨幅 在整个大台北来看来 他涨幅好像是比较慢一点点 还可以减得到便宜 真的 所以在这个中山大同区 觉得还不错 对不对 那光中哥最后 可不可以跟我一点结论 就是我们看到了这回 我们的这个好房子 帮光中哥做一下广告 然后是这个 特别规划了一个 这个是这个小宅的 一个购物数 怎么挑 那当然我们现在 这个自住要挑好宅 对不对 要挑小宅 那他未来的一个增值潜力呢 你们这个最后的专题 有没有一个结论 其实我们来讲的话 自住 自住我们怕都会抓 五到十年 也许可能是十年的规划 那人生有不同的阶段 对 比如说可能像 方英他可能还没有 那个没有结婚 那可能自己像 找小宅找一个 自己住就很舒服的 对 那可能住了十年之后 想说有小孩了 结婚了 可能要规划小孩房 那再换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以自住来讲的话 十年一个规划 一个轮回 也许 大家都会这样子 有这样的人生的需求 所以未来的那个转手 也是很方便 也很快 对 那嘉欣 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们现在买小宅 其实买到了趋势 是这样吗 其实我们如果说 在买房之前 我都会建议朋友 就是你要去想 下一任的屋主在哪里 如果说 可能比如说像 方云他决定 他现在要买一间房子 那可能他转手的时候 就是像他一样的 单身小子女 对 那所以其实包括了 里面的可能装潢啦 或者说里面的规划的话 也许可能就是要符合 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因为其实如果说 以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 那再加上楼可以选 不要有太大的问题 周边机能又好 其实转手性 不会有太大问题 真的 所以其实现在小宅 真的卖得很好嘛 像我们刚刚的一些数字 就看得出来 那光东哥 你自己的私房口袋呢 小宅你会在台北市 跳哪里 我的话 我会跳东湖内服去吧 东湖内服去 你觉得那边还不错 对不对 那如果中南部呢 你觉得台中 台南 高雄 如果铁票工作的原因数的话 我会选台南 台南啦 因为吃了很多 台南最高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嗯 Cheers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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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tol 哎 对 他们 我 喝 那